时尚戏已经是变成全国有名的时尚科学 但年夜比亚电还是的創作 都能引起全国时尚改助 今年我们的作品是有个多有个好 好好时尾的一楼在南到五楼 今天这台边都参加是在四百回公司同样 我们的作品也都是只有最尊 让大家做回来欣赏 明德台海时尚戏是基本比亚新歌电 哈欣的作品是有的一楼电视到五楼 作品是非常赞 在这最组也非常赞 和业家的认识都是很均定 经纪哈欧表现 最佳的作品是哈欧最厉害的学生 这样的最多 哈欣的作品已经是最大的隔壁 未来就业全有很好的基础 大学时尚系每一年的毕业展 是我们每一届毕业生的重头系 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学校 在五大工坊里面一针一线 或者是一步一步的把他们的作品逐一做出来 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们每一件作品每一组的这个创作 都是经过初审 复审 决审 过三观 才能够在今天这个毕业展的这个场所来展出 那很多的业界的评审 校外的评审 对这一届这个同学的作品赞誉有加 那第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在材质的运用非常的活泼 那么在创意的表达非常的创新 那么在技法的表现非常的精良 最重要是他们在毕专的布置 整个展示设计的方面也非常的优良 经济学校表现 学校的作品是非常质 在这最组也非常贯 这都是学校的 学校的新年性格 因为来都要在学校做展出以外 也将在台北和台中来进行公开的展览 让全国国界能够看到学校的新年性格 我身边这一套服装来讲 这是一位男同学的作品 那他的整个剪裁 版型都是非常的精致 很多业者都表示说 像我们同学的这些 无论是服装 金工玻璃或织品 这些的相关作品 都可以直接量产到市场去做一个销售 那这也是我们明道大学时尚系的一个特色 我们的服装工坊 织品工坊 那玻璃工坊 金工工坊 跟整体造型工坊 完全是走向市场导向 并得台下的时尚系 已经变成全国有名的时尚科学 但你的比较店 也已经去很多厄介练书来观想 哈欣的創意 也变成厄介练书 尽快困定的一项电源 就像创评 毕头报道